虽然疫情三级警戒为解封了 不过台中这家7-11熟食区 包括关东煮热狗包子 通通还没开工 茶叶蛋不见了 整个锅子都拿掉了 连跑好几家不同超商 熟食区域都是空空的 如果真的这么想吃 只能买像这种两颗包装来微波 或者大手笔一次八颗 一包150元的茶叶蛋 想要买像这样子的裸卖的茶叶蛋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我背后这边 包括了7还有比较远的这个全家 是只有后方的全家才有裸卖的茶叶蛋 在台中跑了好几家超商 才找到电锅现主茶叶蛋 就是我们电源方的钱 那我要夹一颗谢谢 这个价钱是多少钱 一颗十块 就跟本来一样 电锅旁备用纸板围起来 防疫考量暂时不让消费者自己夹取 这可以自己拿吗 烤番薯装带保温 只能看价钱选择大小 OK超商也有烤番薯 一样装带标价 让消费者不会直接碰到食物 至于电锅现主茶叶蛋 包括了OK跟莱尔夫超商 部分门市虽然开卖 但暂时不让消费者自己夹 还是要靠店员帮忙 毕竟这茶叶蛋可是超商金积母之一 全台超商一年业绩 保守估计就超过10亿元 虽然因为疫情三级警戒 一度暂时不卖 不过随着疫情违解封 这茶叶蛋的卖法也要跟着违调整 TVBS新闻黄国军 红彩伦台中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